所以明賢哥 現在柯文哲 他除了這個帳戶 還有金華城案 現在北市柯案也啟動了 所以郭正亮說真的是萬案齊發 那有沒有還會有更多的事情爆料出來呢 明賢哥怎麼看 所以現在擔心就會有其他案在爆出來 就是說 所以現在柯文哲危機處理的重點 不是上媒體專訪 也不是上政論節目澄清 而是如何把他的疑點 相關目前媒體 媒體爭論的焦點 媒體爭論的疑點 一次解釋清楚 所以柯文哲明天說 禮拜四要開記者會 真的外界期待他 把針對外界目前的疑慮講清楚 譬如說我以我自己為例 我今天早上去買早餐的時候 店員就說 最近政調的新聞怎麼這麼多 一個柯文哲一個鄭文燦 那個賣早餐的老闆娘 是把柯文哲跟鄭文燦連結在一起 就這個對柯文哲有多傷啊 柯文哲過去給大家的形象說 講究陽光啊 公開透明啊 講究居住正義啊 結果他現在的形象是跟一個 被求處12年重刑的鄭文燦綁在一起 形象是人家是 一般民眾是認為兩個人是一樣的時候 你看這個對柯文哲多傷 所以柯文哲譬如說 他的兩大問題 三個問題 第一個 他的那個政治獻金申報不死的部分 不論是你把責任推給端木正 或推給黃珊珊 那原則上報的還是你的賬啊 這你如何解釋清楚 這解釋不清楚 沒有解釋清楚之前 更何況同一時間 又報出他的太太陳貝奇去看豪宅 看小宅 看商判 那柯文哲又火上加油 他講了一句說 啊我們買得起啊 不用裝窮啊 那這話不是火上加油嗎 如果柯文哲第一時間在解釋的時候 我們買得起 他也直接了當的說 那我們五月還去買了商辦 那可能傷害還小一點哦 結果他沒有解釋清楚 然後被林元凤 民進黨的議員爆料出來說 柯文哲在五月十號 捧著現金 去買了林申南路的 4300萬48坪的商辦 你開玩笑嘛 這不是讓人家講說 那你現在錢很多 捧著現金去買豪宅 所以老實講 你現在的問題是說 你的大選的政治現金有4億多 捷餘了6000多萬 然後加上你的選舉補助款1.1億 確實對柯文哲來講 他是有現金的 口袋是很深的 那可是你當初給人家的承諾說 你這些選舉補助款 選票補助款是要用於黨務發展 那現在為什麼會拿去買房 這些老講 這些爭議都沒有解釋清楚了 就說第二個 那你的辦公室 雖然是你個人辦公室 那民進黨黨中央已經在 已經在南京東路 台北大樓有辦公室了 為什麼還需要主席個人辦公室 需要兩個辦公室嗎 用途到底是做什麼 那第三個 你的個人辦公室 現在在航運大樓一個月 6萬多的租金 這些租金是歸你個人 還是歸給民眾黨 你也沒解釋清楚啊 所以這些讓人覺得說 你這些疑點沒有解釋清楚之前 你現在不是要上政論節目嗎 也不是說沒有電視台要邀你了 因為柯文哲現在就收視保障 柯文哲現在如果要專訪的話 每一家電視台 大概都會瘋狂邀請 只是他願不願意講清楚而已 趙紹康 趙先生都講得很酸 當初在藍白河的時候 要是協調 我選舉補助館都給柯文哲 是不是藍白河就談得成了 當然這是有點在考試 苦手柯文哲 可是 你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就像我今天 阿賢今天早上會買早餐 那個老闆娘 把柯文哲跟周文哲放在一起 為什麼 兩個都很愛錢 政治人物只要愛錢的話 這個陰影 這個形象 這個標籤貼上去 這個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涯 大概就結束了 所以很多人 包括民眾黨內部 也開始在逼供了 包括 陳婉惠 甚至包括何景榮 這些民眾黨內部的人 說認為說 主席要不要先請假 黨內的權力 決策核心要不要調整 老講這些都是內部的檢討 不過 關鍵還是在於柯文哲 怎麼面對這次的危機處理 如果他假設認為說 這是政黨攻擊而已 大家都誣衊他了 那他就要把 相關的疑點解釋清楚啊 政治現金到底要怎麼申報的 是不是有做假賬 第二個 還有包括他買房的 個人辦公室是要做什麼的 那第三關最難過 金華城的官司約談了 檢料約談的14位都委 那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在台北市議會做證詞 也說這是柯文哲交辦的 這件事情我認為 大概被柯文哲被起訴的機率 非常非常高啦 這不用去跟 像那個什麼王世堅講說 要高空彈跳 或吞曲棍球不用啦 一般人的正常邏輯 大概柯文哲被起訴的機會 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了啦 那除了金華城還有北市科 還有那個警用監視器 這些案子 所以一連串來 柯文哲的危機處理 如果不處理好的話 不去設聽孫典的話 影響不是他個人 還有影響民眾黨的未來的生存發展 那當然我會與宇宋新長講一句 像我們昨天訪問的時候 國民黨很多立委 包括洪威姐 他們也在講 立法院9月即將開議了啦 那會不會影響到藍白合作 那未來藍白之間怎麼去 合中聯合 因為畢竟 國民黨在立法院席是沒有過半啦 未來立法院開之後 很多議案還是需要跟民進黨的 民眾黨的巴西立委合作啦 這個就是說會牽涉影響嘛 第一個民眾黨如何危機處理 第二個藍白合作怎麼合作 會不會懶憂懶憂 會尷尬 要怎麼合作 我覺得需要 第一個柯文哲危機 是要他自己解決 第二個藍白合作 也要兩黨中央看怎麼去談 或黨團怎麼去合作 我覺得這個相關的都會牽一把動全身 後續還要持續觀察 但是明顯哥 現在這個黨內開始逼宮了嗎 那柯文哲有可能會辭掉黨主席嗎 明顯哥怎麼看 我認為他不會辭 他明天記者會一定會 至少他在政治獻金案會講清楚 我覺得會用切割的一個方式 那他辭的話 譬如說 民眾黨內有一些逼宮 或有一些朋友擔心說 希望 重組權力核心是這樣 他擔心說柯文哲 如果到時候在金華城案被起訴 那會不會有黨氣處分的問題 那退一萬步講 假設柯文哲 當然被收押 我認為機會不高 可是如果被羈押的呢 民眾黨是不是群龍無首 所以這些包括何錦榮 他們的建議是良心的 真的是比較凱切的建議 那至於說柯文哲老講 對他個人來講 他創立台灣民眾黨 也是為了他個人要佈局2026 假設他辭了黨主席 等於宣告 宣告他的政治生涯到此為止 我認為這跟他的個性不符合 他還是會奔戰到底 那 只是說從民調呈現來講 民進黨 他民眾黨的民調一直在持續下滑 還沒有看到停損點 所以明天柯文哲的記者會 如果沒有講清楚的話 沒有設一個停損點的話 把外界疑慮講清楚的話 我覺得 還是民眾黨還是會持續下滑 看不到停損點 所以柯文哲現在請不請辭 我認為不是重點 我也認為他不會請辭 而是柯文哲必須要把外界 對他的疑慮 解釋清楚 還有他買辦公室的目的 到底是為了什麼 4300萬 48坪 要做什麼 做招待所嗎 還是個人接待 如果假設他的辦公室 作為說 我就捐給民眾黨 或讓民眾黨無償使用 那也OK啊 黨團的休息室也OK啊 那不然 否則你這些疑慮 大家疑慮都在的時候 民眾黨怎麼生存發展呢 所以柯文哲 不管再怎麼樣 明天記者會是關鍵 那最好 他說沒有人要 要他上政論節目或專訪 那中天也是我的老長官啊 我的老東家 中天安排他專訪 讓他解釋清楚啊 看到願不願意啊 所以 我覺得解鈴還需細鈴忍啊 柯文哲自己中了 這些很多的問題 他自己不解釋清楚的話 他個人倒掉民眾黨 恐怕也很難逃這個難關啊 所以 明天的記者會還是最大的關鍵 好 所以我們就等著看 這個希望明天柯文哲的記者會呢 可以好好的 釐清一下大家所有的疑點 也希望他可以交代清楚 好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感謝明賢哥 撥控來跟我們社訊 有非常多的分析 還有觀點 感謝明賢哥 謝謝 拜拜 好 再來我們要持續看到是柯文哲 他就被爆買了4300萬的商辦碼 好 實質評論員鄭麗文 他認為說 這個完全是家族間的 智產投資 柯文哲還好意思說 比兩大黨還要清高 鄭麗文就強調 為什麼需要第三勢力 就是要不同於 藍綠兩大勢力的清流 但是兩大政黨還是有底線的 柯文哲卻是把補助款拿去智產 這個比藍綠還不如 這是他們自己家族討論好 決定的一個作為 很明顯 因為他們選完了之後 夫妻倆分頭去看房子 老公看的是商辦 老婆看的是住家 所以他們其實 這是一個家族理財投資的計畫 你要把這筆錢用來 幫自己買辦公室 你有很多方法 哪裡有人直接放在自己的口袋 用自己的名字 哪裡有人這樣搞 他還說是其他各黨的慣例 沒有 他瞎了眼 他不要 他不要再潑糞水了 這個是我最瞧不起 柯文哲的 當你民眾黨口口聲聲你存在 為什麼要第三勢力 是一股清流 是一股不同於兩大垃圾政治勢力的清流 所以人們對你寄予多高的期待 結果呢 結果你連垃圾都還不如 兩大政黨是有底線的 今天民進黨就算吃相難看 有很多事情還是有底線的 國民黨過去曾經黑金貪腐 那是在李登輝的時代 那也是上個世紀的事 從這個世紀開始就沒有了 曾經上個世紀的事情 我們這個這個世代還在還這個債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一點瓜葛都沒有了 跟現在的國民黨 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國民黨早就用很高的標準 在要求自己了 馬英九當時特別費被起訴的時候 就辭黨主席了 然後更何況他今天做了這些事情 是沒有一個黨敢這樣做的 連想都不敢想 他居然做了 還大勒勒的做了 他怎麼好意思說 他比兩大黨輕高呢 他比兩黨不如太多了 他不及格 那你今天這4300萬 買這個商辦 已經擺明了是智產投資 就表示這夫妻倆在選完了以後 情緒稍微平復了以後 大概三月份吧 就知道沒有政治前途了 然後就開始為自己的家族打算了 才會去做這些一系列的安排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策瀏霧 策瀏霧